本國父母在撫養子女的過程中 教育子女如何使用社交媒體 是一項更具有現代特色的複雜挑戰 Ford Park 全報導 隨著科技發展 社交媒體的作用越來越大 同時亦有可能對日常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《華爾街日報》最近對Facebook的營運進行了深入調查 發現該公司非常清楚他們平台 對用部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 尤其是年輕人 不過社交媒體在用戶日常生活中 幾乎已經是無可避免 本地傳媒Global News訪問了四對父母 他們認為社交媒體就好像另一個要為子女擔心的世界 並憂慮無法控制子女使用社交媒體 不過有家長表示 他們規定孩子只能與他們真正認識的人 在社交媒體上交流 並將他的電腦放在大廳 讓父母可以監察在電腦上的活動 這些家長表示 必須從小教育子女如何安全使用社交媒體 在網絡上要警惕假資訊 並要讓子女知道在網上遇到問題時 可以向父母求助